我就跟他们问他们你为什么 我觉得奇怪 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个大学的 他其实是很早很年轻 就平常的正教授 什么也有房子也什么的 可是他最后还是说 他说可是我算了算 这个长久还是不行 就是他觉得中国的这个 他要过一个体面生活 而且要一直看到养老 送孩子 孩子才小学 他说算了算不行 学费什么房子 他现在就套上了 比如说然后将来 他一算还是不行 还是得出去 而且还有一个 他认为就是所谓的 他周围还是有很多 不正之风还是怎么 他就说比如说做课题 这课题经费 你还是得有关系 我这个光是凭我自己 做点什么科学 我拿不着课题 所以他还是要 他觉得我还是出去 他的感觉里 我在外边 我就凭我自己的这个本事 我能可能活得更好 我这么跟你讲 为此我到美国考察了一下 我感觉 我想我能不能将来跑国外去呢 那么你看看了一趟呢 我的感觉是荒凉 我在美国感觉到的一种荒凉的感觉 就是说 我觉得我没法在那生活 可是呢 莫名其妙的 我仍然有这么一个憧憬 就是说是没条件的 要是有条件 如果我在美国或者欧洲 有个家 我就觉得那是个美好的憧憬 有一个说法 就是生活在别处 总觉得更美好的生活 不是在自己眼下这里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中国现在处在一个 发展的非常迅速 但是各种的矛盾 各种隐藏上的问题 各种的隐患 确实也挺多 所以也可能有些人呢 他有这种方面的不安感 但是我说实话 我的感觉这是一个双向的进程 一方面中国人呢 他因为他有钱了也有关系 说是中学就送出去 那你得想想 从中学上到大学毕业 上到这个master 上到这个doctor 这个硕士博士都拿下来 他得花多少钱呢 他现在有这个钱 有这个钱 原来他敢考虑吗 他根本没法考虑 也有关系 可因为我说 为什么说双向呢 但另一方面 这也是真实的 现在全世界学中文的人 越来越多 中国政府花了那么多的钱 到处建这个孔子学院 越建越多 很多外国往中国派留学生的 人也越来越多 甚至于也有希望在中国就业的 希望拿到中国的这个绿卡的 这个也有 是不是单面的中国人往外跑呢 我还不了解 你看我一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在这儿 在北京 一半时间在纽约 我的感觉就是经常在纽约的时候 就听到很多 不论是美国媒体 还是周围的美国朋友在谈中国 他那个眼里或者想象 或者阅读中的中国 就是中国在不断的起来 而且就这一两年 我感觉都不一样 就美国人真的突然把中国 有点当回事了 借钱就是给他 钱的也是最大的债主 是吧 然后呢这个中国人眼看 怎么出来全都买东西 买的很狂啊 就很生猛啊 出来就消费 吓到了他们 然后呢有些大学 甚至就已经把中国人当成 就是招生生员的一个 主要的对象 就真的都自己交学费来 证明这中国人 这消费能力越来越高了 对 那所以这是双向 然后他感觉有 美国人有一种危机感 在这种时候 他就像那前些时候 那虎妈战歌 不是畅销书吗 其实就打中了 美国人这种心理 他就觉得你们中国人 越来越厉害 你们这套方法 我们也得再想想了 怎么回事啊 虽然他最后的结果 还是肯定他自己的这种 价值吧 教育方式等等 可是他确实是 你在那的气氛是感觉到 就是中国是越来越起来 美国是不是要往走下坡路 他是一个很早就给自己敲警钟的这么一地方 而一到中国 我的感觉反而是怎么 这边很多人都在 才是中国的危机啊 还是觉得不稳 而且你看这儿的一个事吧 就是年轻人觉得好像 比如谈窝居 就二十几岁租房子 好像大家都觉得不正常 我怎么 我应该买房子 其实我想想在美国 这二十几岁租房子 住小窝居是很正常的 大部分的二十几岁 你还没到买房子的时候 你可不是刚工作 你就应该坐地铁 你就应该租一个小房子 这好像很正常 到这边都变成不正常了 因为他在新兴的 这起来的时候 从媒体的宣传 这些成功人士 这些巨富什么等等 都带来一个心理压力 还是一种心理预期 就觉得生活 如果不搭到这个指标 我就是失败者 被落下的 或者我是被这个社会 是要边缘化的 我不输到别处去 就是这种焦虑感 不是 我想这个和整个中国的 所谓国情也有关系 中国自古 它很多时候 它是一个大一统的一个国家 所以它不太能够理解 就是人是可以有 有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的 是不是 你比如说 说国家定了标准了 一个人可以有20平方米 但是也 实际上呢 有人会多于20平方米 有人会少于20平方米 应该有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 但是我觉得整个的世界 就跟刚才我们说吃饭一样 咱们又穿越回去 它都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一方面就是像麦当劳 肯德基这些 它全球化 随着全球化 它哪都有 可口可乐 哪都有 一方面呢 它到了它那以后呢 到了法国加红酒 到了中国加皮蛋瘦肉 加炸油条 它又有 它在这个过程中 它又不断地 受这个各个国家的影响 当然现在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是美国 这是你没法否认的 它占有很多优势 但是那一方面呢 美国所以有这个影响力 因为它不怕受任何国家的影响 它移民国家 它不怕受任何影响 而且它有一个特点 一到危机的时候 它马上这种移民 是不是要闭关的 这个马上变成激烈的讨论 然后最后一般的结论 是说 不仅不要改 而且要继续开放 而且要继续用这种 开放的优势 吸收全世界的优秀人才 美国它甚至学你的 很生痞的东西 比如说到日本去学歌舞技的 到印度去陪着干地的 也有 那么学中国的 到中国来上少林寺里头 受训 到少林寺里头 接受严格的训练的 也有 至于说是 那个什么夏威夷大学 好几个大学的 排经系 这个都有 相反的呢 我们有时候的 相对的 有时候就是 就是缺少这方面的自信 好像怕这个 怕这个学多了 学多了会不会就忘了 忘了祖宗了 其实就冲咱们那个 皮蛋瘦肉咒来说 我对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自信 应该不仅限于皮蛋瘦肉咒 没错没错 这肚子都改不了 何况脑子呢 对 那么举点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悲观的人 其实他这个心里 就像钟摆的两极 要不就是疲倦 要不就是痛苦焦虑 你看他就是说 好比很多有条件的人 就会想 在中国活着 压力很大 而且就是 人多嘴杂 像热锅上的蚂蚁 而且觉得将来 朝不保夕不知道怎么样 好 要跑到外国 但跑到外国 就像扎老 你这个生活方式 我很多美国朋友 过不了几天 他待不住 太寂寞了 这寂寞的让人发疯 而且我见到过很多次 这种情况 就纽约这种 有时候有好多华人聚会的 尤其是有一堆大陆人聚的时候 他就会马上有一个 新从大陆来访的人来了 马上这个人成为话题中心 就所有的人在那儿 就寂寞太久了 因为他又实际上没有真的有这种 像美国人这种各自为战 然后清静好久 他也不觉得烦什么 一个人过的 没有这种习惯 实际上他是要凑热闹的 然后到这个时候 他就在那儿密切的关注着大陆的 一举一动 最新的笑话 最新的段子 你说这个他到那去干什么了 所以我觉得你这样 我挺羡慕的 我要能一年在中国生活半年 在美国生活半年 我挺美的 我早就说过 我说呀 你选择定居在中国 当然我没有任何的意见 但是你不要以不出去做代价 你要不出去太遗憾了 你如果选择定居在外边 外国 我也没有意见 你有这条件你就定居 但是也不要以不回来为代价 以不回中国为代价 至于说那点我早就发现了 我是中国缺很多东西 但是不缺热闹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中国人是睡大炕 在大炕上睡觉 长起来的人 美国人是婴儿的时候 就有一间婴儿室 在那住着的人 自个睡的 对 所以说中国人这热闹 是DNA里的 DNA里的 您这个 而且我觉得您这度属于 就像当年梁启超那种 叫开放的保守主义 就是又有中国的传统的这一套 承认 欣赏 享受 但是一定要开放 我还想到 这个最近这个日本的例子 就是日本 20年前就比中国现在还要强 可是为什么到后来 他这个20年危机这么重 一个是我觉得 在他高峰的时候 有点自满了 再一个就是 他还是不够开放 后来还是有点太 重视他自己的这一套东西 自闭 最后你这个 这个没有 卖来这么多东西的冲击和竞争 他就有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